20年6月4日晚上31周年的六四纪念日 枫叶罪案十六二 今天如果大家在街道上悼念六四 用你们的方式去纪念在31年前死在天安门赶场的一群 希望追求改革 追求国家的进步 寻求真相 寻求真理 还有希望中国政权可以听到市民的回应 做出相对反贪、反贪腐的诉求 当然他们的诉求落空了 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枪杀了 也在天安门里面进行一场大屠杀 今天到31周年 很可惜香港我们的维远烛光晚会 首次就是聚集不到 但是当然我相信大家都现在有不同的方式 纪念六四的纪念日 大家如果看不到live都不要紧要的 希望大家可以重溫 今天的《封业罪案十六二》 就跟大家讲讲一个很出名的加拿大人的一个 全家产的惨案 大家都知道 我是非常学过一个运动 一个professional wrestling 一个职业的摔角 很多人都会说 怎么有什么摔角 怎么留的 怎么你老我那么喜欢看 我说你老美你跟他打一场 根本摔角是一个彩排好的一些 忌激的一些表演 也都非常有娱乐性 也都中间分明 当中这些character 性格鲜明突出 你会找到一个 你会捧场一些的摔角手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衣服 打扮 他们的不同的必杀技 令到大家都很着弱 和很疯狂地投入这个故事里面 当然也会加入一些国家的元素 国仇加恨 个人的情感的瓜葛 各方面的东西 令到那个冲突 政邪双方更加是有趣 今天跟大家介绍 一个加拿大的 一个很出名的摔角手 他的名字叫做Chris Benoit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Chris Benoit的照片是怎么样 第一张照片 他背着一个US title 第一张照片就是Chris Benoit 你看到Chris Benoit 其实他个子不高 但是他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都享负盛名 他有很多不同的必杀技 而训练Chris Benoit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老摔角手 叫Suthard 他也有一个很出名的 在Calgary 叫Dungeon的地方 他那个摔角的学校 栽培了很多不同的加拿大的摔角手 而Chris Benoit 他现在在Montreor那边长大的 他很喜欢这个摔角的运动 曾经他在摔角的Arena里面 做执头执尾 看别人的表演 很热心乐力 最后就得到摔角手的赏识 之后介绍了 Suthard的Dungeon里面受训 他们同一班叫做Hard Foundation 找Hard Foundation的照片出来 这个当中戴黑眼镜 那个穿皮褂好帮的 那个就是我永远的摔角的idol 他就叫做Brett Hart Brett Hart就是一个Calgary的加拿大人 他也是很爱国 同时之间在美国的摔角界里面 享负盛名 他也和Chris 因为他也很友善 他旁边有一个 另外抱着短头发的年轻人 他就叫做Owen Hart Owen Hart也是Brett的弟弟 曾经Owen在一宗意外里面 就惨死在比赛的途中 在空中就跌了下来 断了条颈 死亡了 Brett要悼念他的弟弟 就和Chris Benoit 曾经表演了一场 悼念Owen Hart的一个表演赛 这一场的表演 堪称是Chris Benoit的代表作 还有这也是他个人的career里面 一场非常classic的摔角表演 大家都历历在目 每次讲起这一场的比赛 都讲到微飞式舞 那好了 我们先看看Chris Benoit那张照片 另外一张揽着Bell的Chris Benoit那张照片 不是红号的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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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吗 对了 他有一个很厉害的 他差不多在美洲 和日本都很有名的 在日本那边 他有一个外号 叫做菲马小子 Pasicus Kid 他当年在日本里面 也有很多人喜欢他 当然是他一个 我堪称为Technical Vessler 就是很多的招式 不只是靠样子 靠大只 有些你都知道的 7-8尺这么高 走出来打两个 就贏了一些 其实没什么 这些可以演 只有一点少 但是Chris 即是这些 锁技 Suprax Diving Headbutt 这些全部都很厉害 给他看下一张照片 你就知道有多厉害 他看到狗像这么高的擂台 飞下来 我们看看 哇 这些 通常的必杀的 就是在一个擂台的角落里面 走到他上上 然后飞下来 就是撞到别人的身体里面 然后就禁止别人 就按住别人 就一二三 三眼搞定 按下了他 然后就赢了一场比赛 他在WWE里面 也都是慢慢露出头角 成为一个WWE的Champion 可以看看下一张照片 你看到他 就是穿一件 Edmonton Oilers的衣服 背着一条Championship的Bel 挺有型的 好 回来先 不过他成功的一面 并不是没有代价 其实他的尺寸 在摔角手来说 是比较算于小颗 那么他要练到他大胜 尤其是早二十年左右 因为千禧年代之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 WWE老板 Wins McMahon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有那些大胜 就是大胜到 人牛 人像 那些那么大胜 才可以做Champion 但譬如你看回 这个Hulk Hogan 就知道有多胜大胜 七尺那么高 就是二百多磅 就是手刮起箭 吃东西不需要给面 现在譬如后来 这几年 Dominate了的 WWE Champion Blood Lesnar 也是这些很大胜的人 那么他这么小的 其实很难 就是打向个名堂出来的 所以 Chris Benoit 都会有做很多 譬如一些 吃一些的 Steroid 这些的 膏丸激素 令到他身体那些 Physic 越来越大胜 越来越壮健 给人家的感觉 他也是 可以很大胜 但是 想不到 吃这些的Steroid 或者这种的Steroid Abuse 也都会令到 他身体出现一些变化 历年的这个精箭 也都会令到 他有很多不同的伤患 这些的摔角手 不同的伤患的时候 唯独要睡觉 睡得好 又或者 在老徒奔波的时期 就令到他 不要饱受 这些痛楚的影响 都会服用一些 Pain Killer 或者止痛药 久而久之 份量就由 一片两片 变了三四片 然后就混合 吃吃十九几粒 吃到就上了人 他身体也出现了 一些很沉重的变化 好了 今天刚才要说到 这个摔角手 有多厉害 有多厉害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有些很沉重的问题 出现了 没错 因为他出现了一个 全家产的惨案 这个Chris Benoit 在2004年 在WWE里面 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 非常之 Top的 这个Professional Wrestler 很多的粉丝都喜欢他 他也是几届的 United States Champion 也做过 这个 WWE的Champion 他当时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 摔角的Stable 叫Four Horseman 其中一份子 很受粉丝欢迎 他也是 其中一个 很出名的 摔角手的 一个好朋友 出了Chris and Eddie 那张照片出来 对了 旁边的就是Eddie Guerrero 也是和Four Horseman 其中的一个拍档 也是很好的朋友 很可惜 当Chris Benoit 做到 WWE Champion的时候 Eddie Guerrero 因为心脏病的问题 也很早死 38岁 就是英年早逝 这些是 在一些很top的摔角手 很早年期 就已经 是英年早逝 其中一个代表 想不到 Eddie Guerrero 死了不够两年 到Chris Benoit 走上 这个绝路 死亡的 一个后层 那看看Chris Benoit 怎么死的呢 那好了 那我们回来先 我们呢 就去看看 第五和第六 这两张照 Chris的结果 就是两次分 那他呢 当时呢 做到这个 WWE Champion的时候 他有一个小孩 叫Daniel Daniel Benoit 跟他一起住 那我们就去看看 另外一张 Benoit and Kiss 这个就是他太太 就是Lancy Benoit OK 那还有一张叫 Benoit and Kiss 这个看到 他还有多两个小朋友 一个叫做David 一个叫做 我忘记了 叫Meegan 是Meegan 另外呢 他抱着那个 就叫Daniel 那这张照片呢 就可能呢 就是Chris 杀死 就是他家里面的 Members 之前的 就是没多久之前 就是离世之前 没多久之前的 一张照片 那Chris有两段的婚姻 小个就叫Daniel 另外一个就叫Derek 和一个就叫Meegan 那好了 那我刚才都落了一些口风 Chris是否杀死了 他家人呢 回到刚才 他和Lancy一起 拍那张照片 那Lancy呢 原来也是一个 professional wrestler 的 来的 不过他就不像 现在的 female的 professional wrestler 他就不是真的 在擂台上面比赛 他通常呢 就是一些的 摔角手的经理人 或者一些的 带他们出场 穿得很性感 很美女 很索的一些的女士 那这些呢 当然有大男人 一定要有美女 就不可以 就是缺一不可 就是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那就是的 那当时呢 这个的Lancy 也是其中一个的 出角手 叫做Kelvin Sullivan 的一个老婆 那后来呢 就转投了 Chris Benoit的怀抱 那一家三口 就是乐野龙龙 虽然Chris是一个Canadian 但是他呢 就住在 这个的 喬治亚州 在喬治亚州里面 有一间 很漂亮的 大屋 我们给一间 murder house 大家看一下先 murder house 是的 这一间呢 就是Chris Benoit 当时有一间 很大的mansion 还有很大的 一个压子 去看一下 下一张照片 好了 那这一间 你看得到 外面有了 Gate 有了 小路电视 因为Chris 都赚很多钱 WG Champion 来的嘛 有一间很大的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了 在2007年 回来先 2007年的一个周末 这个是6月22号的一个周末 那原本呢 在二十五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号晚上呢 就是这个的Chris Benoit 就要参与一个 的 champion 的 比赛 那他从当时 这个呢 就是叫做 CM Punk 有一个对赛 给第九张照片 大家看一下 CM Punk 他和他呢 就有一场的比赛 因为当时的Chris Benoit 就赚到了 去ECW的league 里面呢 就是 希望呢 就有一个新的push 又要做champion 那当日呢 就在一个 paperview的比赛里面 就要和这个CM Punk 就做了一个决赛 OK 因为大家都 拭目以待了 因为CM Punk 有一个up and coming 就是都 很多招数的 一个输角手 Chris Benoit 有一个season 他有40岁了 历年的经战 是吧 经验老到 必杀技有多 是吧 这一场的比赛 就一定是龙真虎斗 分分钟呢 Chris就会 在他手上 就抢了那个 UCW的champion 回来的 那殊不知呢 当比赛 就来要出街 大家都等着Chris 你报道的时候 Chris呢 是没有来到 去比赛 好 回来 事情有些端倪了 其实通常 这些蜀角手 就会走来走去 跟着一个叫做 road trip 因为所有很多蜀角手 都顶不住 就是旅程太频密了 今天去完 Mississippi 比赛 明天就去Georgia 跟着呢 可能又飞回到 New York 不停地走来走去 跟着可能还要 飞上过境 去回加拿大 在Montreau 去比赛 又要去Toronto 有时候去BC 一年365天 其实都很忙碌 Chris呢 自从他 加入了WWE 之后 他其实都很踏实 很多人都会说 Chris Benoit 是一个很沉默 很family man 很nice 不过他比较沉静 不喜欢开玩笑 但是一个很nice的人 但是呢 他也都被人出名 很关心家庭 当他当日 这个2007年6月的星期日 应该要去比赛的时候 他没有跟大队 去落到去参与比赛 反而呢 他跟WWE的Promotor 就说 比赛 两天时间 我要回到家 因为好似我太太 Nancy 和我儿子 Daniel 有这个 Food Poisoning 他就离开了大队 就开车回到 乔治亚州 他这个 Mansion里面 先看一看 家人先 然后再归队 开车回去 再继续回他们 但是呢 突然之间 他也收到 一些 Message 就说 他继续不了 他们的比赛 同时 工作人员 也都找不到 Chris Benoit的下落 在这个时期 去到这个 6月的24号的晚上 2007年 有一个 维基 的这个 Wikipedia里面 出了一个改动 你也知道 Wikipedia的粉丝 可以去改 讲关于Chris Benoit 就怀疑Chris Benoit 就没有加入 这个 Night of the Champions 这个Paper View 原来呢 他应该 就在家里死了 后来 那些警察就上门 找一个 哪一个IP 去写这些 这些东西 捉到一个 年轻 那条年轻 就说 没有啊 我猜的 我不是真的 我猜Chris死了 我改的 叫他 那样 殊不知 警察都觉得 有问题 都真的 咦 会不会真的 出了事 就去了 这个 Georgia的 这个大屋里面 去找Chris Benoit 殊不知 在家里面 见到一些 很恐怖的事件 首先 找到的 就是在睡房里面 见到Chris Benoit的太太 Nancy 我们去一去 第七张照片 那Nancy呢 就在她的房间里面 据称当时的床 和地下都有血迹 但是Nancy的死因 就被人 就被人 拎死的 strangled to death OK 死了 而呢 跟着呢 就见到呢 这个的儿子 这个的 Daniel 就去回第五张照 Daniel呢 就被他 发现了的时候呢 就已经 亦都是断气 死了 OK 而Chris Benoit 去第八张照片 Chris Benoit 就发现 在他的地牢里面的 Gym 那个健身器材 就吊死了 那就怀疑 这个是double murder 可能有 有两个possibility 有人呢 就在他家里面 intrude了 入了下来 然后杀了 他一家三口 但是后来呢 就根据一些 不同的朋友 的 收到的 WhatsApp message 或者tax message 和验尸报告呢 Find out呢 Nancy呢 其实早在 这个的 22号的晚上 或者是去到 23号的凌晨 就已经是 宣告弊命的 而他的儿子 Daniel呢 就在第二天 的早上 在他的睡房里面 被人窒息致死 而Chris Benoit 就再要隔多日 在星期日 不知道什么的 时分 发觉他自己 上吊而死 有人说 其实Chris Benoit 上吊 就未必是 一定是 100%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 发现他的尸体 有人说 是吊着在机里面 也都有人说 其实他的尸体 已经跌了在地上 只不过 看到有一条 就在健身器材 的上面 扭住了 这样 换句话说 Chris Benoit 其实他的太太 在星期六死了 他的儿子 就在星期五的晚上 死了 他的太太 Nancy 他的儿子 就在星期六 凌晨 发现弊命 而Chris 伴随两个尸体之后 起码超过 24小时之后 在星期日 either他上吊自杀 又或者 当时 先是失去 他的性命 也都有一些 朋友 在他 这个weekend里面 收到他 一些不伦不虑的 message 比如 他一个 Eddie Guerrero 的弟弟 Travel Guerrero Eddie Guerrero 的侄 Travel Guerrero 收到一个 message 就说Chris 送给他 写着 I love you very much 一个好像 道别 的message 好了 回来 那究竟Chris Benoit 怎么死的呢 是自杀 还是他 杀了他的太太 然后 再杀了他的儿子 再在 奥会里面 又要度过 一个 四日 二十几个钟头的时间 然后 才决定 再上吊自杀 这个 警方 和验尸报告 Find out 应该证明 Chris Benoit 先杀死了 他的太太 令到他断气 勒死了 然后 再用他的招牌 招数 Crippler Cross Face 令到他的儿子 窒息致死 好了 Crippler Cross Face 是怎样呢 看看第三 和第四 这两张照片 是一个 拌颈的方式 将颈子向后 基本上 如果这么大 一个人 将颈子向后 就令到 他人 不能呼吸 颈骨 受到很庞大的压力 同时 一只手 也被人夹住 扭了另一个方向 极度的痛楚 下一张 可以看到 看看 这样扭法 即是立刻 就会 tap out pass away 但问题 如果他的儿子 只有七岁 被他这样 搞法 是不是死得很惨呢 好了 Crippler Cross Face 是怎样 去apply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RINO歌 进入 Crippler Cross Face 的片 Smackdown 11月9日 2003年 这会儿 来看看 進入 中心 到不可能 他身旅存在 准备 闪到 FM Crippler 中心 进入 中心 后面 到达 关闪 要是 向前面 Cripp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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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 Crippler Blu 扭超过 最快的 någon 线 不只是Rydo, 但A-Train 当日Chris Benoit家里的凶屋和凶案现场是怎样 我们给给《Crime Scene》的影片 然后结束第一节的《枫叶罪案16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